看一下这儿啊 所以印尼、巴黎海那边 发生了七点一些地震 我看到天上 天上 天上 天上晒下了一根棒棒 天上晒下了一根棒棒 应该飞机上晒下了一根棒棒 然后慢慢慢慢往海里伸下去 往海里伸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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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海里伸下去以后 它就 相当于在地上 在海底下 装了一个洞 装了一个洞 装了一个洞以后 就像那个 手指太鼠带兔一样的 地下的猴子 就往那个洞里面掉了 就往洞里面掉了 然后 因为它那个洞比较深 上面讲到那个 正元洞 530公里 往下 也就是这个洞比较深 这个洞比较深 我看一下 520公里 520公里 因为那个洞比较深 洞比较深 所以周围海沟 里面掉的核物质 慢慢慢慢掉到这个洞里了 慢慢掉到这个洞里了 掉到这个洞里了 亮度的时候 发生核爆炸 发生核爆炸的同时 一听到那个发生核爆炸 外先生就知道 已经收集到挺多的核物质了 赶紧这个方法把它拉起来 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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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拉的时候 拉的过程当中 又发生了一些小爆炸 然后就把这个核物质 拉到那个废铁上 就弃走了 现在用这个方法 再弃地下的核物质 用这个方法 弃地下的核物质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原来这个同路原来不一样 以前是那个直接废铁下去 这次是一个办法下去 先掏个洞 然后把这位海沟里边 那个核物质 就让它掉到这个洞里面 掉到这个洞里面 量大到一定程度以后 就自动发生爆炸了 发生爆炸以后 外先生知道 已经量够大了 够了 连续把它提起来 提起来 提起来 其他过程又发生了爆炸 然后就拉起来 把核物质起走了 难怪 前一阵子我们说 地球要打空 原来是这样 打空以后 起核物质 对上了 从前一阵子那些都对上了 知道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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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